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開箱速遞 就跟大家介紹兩部Tarmac Works最近推出的30拉力賽車 很明顯,不用多說 六代露筍 一部是1999年,一部是2000年 其實2000年那部看起來的確沒那麼吸引 因為的確輕裝了很多 跟1999年那部比賽差很遠 駕駛的不用多說,Tommy McKinney 你沒看過他的樣子,你都聽過他的名字 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那之前那部六代半 都是Tommy McKinney的版本 但是那部街車版本我沒有買到 因為我覺得那個樣子 就是他拿出來preorder的時候 覺得他做得不漂亮 所以我沒什麼信心 這兩部其實就算他… preorder的時候,下面這部我忽略了 我只是訂了這部 因為我還是太懷念CMC的年代 所以我只是訂了這部 但下面這部後來看過你還可以 不過水貼要自己貼 那我當然不會貼 還是那句 待會貼到一塊糞便 哭也沒用 開了這部先 因為這部真的令我開始懷念CMC的年代 雖然我不是經歷了很多 但以前小時候不懂得玩 CMC的車子放在一邊 就沒什麼懷疑 後來發現自己跑掉了 現在真的想坐時光機回來 由於紅氫買下所有CMC 怎樣想你買不到 如果你買不到 你買不到 我便打你老母 這樣 嘩 這裡是膠子卡住 那CMC就過去了 當時有很多露筍的紅氫 如果大家有印象 有去開紅氫的就知道 只是放在一邊 好了 這次我的車牌是1861 1,7777,1開了就很呆糕了 這次二開了,明天我拿到竅門,你用兩隻手指夾著它,然後另一隻手就拔開它 夾著底,兩隻手夾著底,一隻手夾著底,用手指夾著它,然後另一邊就拔開,會好一點 這次一部就這樣看都OK的,都是這些位置容易拔的,那部是拔了的,我看過,不要緊要,這部便宜回來的 看見這部也有些問題,這些位置裝得不好,不要緊要,這些位置裝得不好,你不要掉出來就行了 就這樣看都算OK的,我收貨的,100多元這個價位來講,車的天線,天線差不多 這些位置裝得不好,這些位置裝得不好,其實就這樣看都OK的 這樣的話,這架我先蓋上去,沒有位置裝,先蓋上去 開了這架,再看看,糟糕到尾巴,掉了 這兩部東西就看看兩架是甚麼,其實真的忍不住就買了另一部 因為兩部都做得好,看看Tarmac Works做了甚麼,老實說我都沒有印象了 很含糊的,Tarmac Works出了甚麼車,已經不想去理會了 因為它一定是很多RWB的,難道還有其他東西嗎 我先看看,萬寶路的水貼很齊,不然是開玩笑的 我先看看,八張卡都有萬寶路底,很帥 一八一六,兩頁都一八字頭的,再調一轉,一九一八六,一九一一八六 條到這樣,最好不要又七七七就可以了 我做人要求,很簡單的,不要七七七六八九 給我這些號碼,真是,不能抓幾 把水貼頂住,頂住了那個螺絲位,要拔開它 還有一個方法,你可以貼一條膠紙,可以拔開它 那條膠紙我不撕住了,我先把它貼回去 我先看看車子,好怕打,好怕不轉跌落地 那樣哭也沒用,都是兩條天線,這些東西 這部都不差,其實做得不錯 水貼都是那一句,不會黏的,這麼多張水貼,哪有能夠黏的 就這樣看都已經很漂亮,萬寶路那幾張是畫龍天精的 不說話了這個時候,剛才說太多,剛剛要遮住背景的雜聲 嘩,真是不得了 即是Tarmac Works,如果肯花多點心思做這些 不過大家看到,這些位置,這些拖車,這些頭錦扣是尾了 這些位置差一點,即是如果Tarmac Works,真的要花多點心思 這些拉力載車,其實OK的 尤其是你現在面對著對手POP RACE,是急起直追 POP RACE那邊,即是POP RACE那邊,他們拿到露筍的帽子 對不對? 拉力載車,你出三領,一定會出POP RACE 或者,我不敢說,可能Hobby Japan 遲些加入了戰爭,插起來,他還有4個露筍的帽子 剛剛兩間都沒有,有沒有? 呃... 那現在開給Japan有沒有? 你拿著這些帽子,其實真的有得鬥的 你用心思出這些拉力載車吧 雖然之前那部露筍都出來了,是不是屎 那部露筍真的不堪入目,那個入風口 你明明,人家是通風位,通風位黑色的 你就整個東西猶黑,你真是神經病 就是整個通風的位置,通風口是黑色 你就整個通風系統畫,整個什麼? 整個嘴畫,因為通風口是黑色 你就整個通風嘴畫做黑色 就是人家的口裡面是黑色,你連嘴都畫黑色 哎,真是被你吹頂象 但是這兩部東西我收貨的 尤其是我現在這家有便宜的 多謝我們的其中一位觀眾便宜給我 那先看看,我原本想開了一些資料來看 不過都是免得背稿了,因為一向背稿都沒有 總之多謝Rex便宜給我 因為我同期還買了 同一時間買了一架 Lari Arts拉花的Hobby Japan四代露筍 因為我是忍不住手的 四代露筍其實我買了藍色和紅色的 但問題都是沒有拍到開 拍了開箱片但沒有播到 因為基本上schedule都爆了 那這期是 那今期靜一點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那些影片積在這裡 很多都沒有播到 其實那些影片是ok的 這次是ok的 這次是ok的 那今次先開這兩部 這兩部真的不錯 也不是說沒試過這麼好的 但起碼它出拉力賽車這下我覺得是ok的 我會給一個很好的分數 而且推得動 這個位置很難的 推得動 嗯... 會玩 no play 很滋我口味 一等定推得動 推得動就好了 真的推得動 那看看另外這輛可以不可以 因為其實 inno那些車基本上 它放得那塊片就不用指望它推得動了 看看這部怎樣 看過款應該推得動的 都推得動 我先看看 我差多遠呢 因為兩個又要頂一頂 欸... 那輪子還沒做好 對... 那輪子還沒做好 對... 那輪子還沒做好 但是這輪子真的太固定了 發生什麼事 對吧 安裝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都沒理由放入 這到底是怎樣 等著說 吐框栓不正的很小事 怎會管 那不算 我真是神經病 這些位置還差那麼遠 它是不是有什麼東西頂住了 這個我現在不在這做 因為太複雜 好像.. 掉下先掉下 不,應該是輪胎本身有些東西,現在拉出一點點 好多了,沒試過有一間廠的那條輪胎硬到 放在輪胎上之後拔不出來,或者拔出也拔不出來 這些是Greenlight才會出現的情況,因為它的輪胎做得太粗 Greenlight現在開始有改進,它的輪胎開始做得對比例 以前的輪胎的輪胎是完全不適合比例,好像我手上的輪胎 這是新模式,現在是假裝加州警察,但沒有拉花版本 因為是給你自己貼拉花的,這些是正常的輪胎 如果比以前出的輪胎,那輪胎肯定再闊多三分一 我不是開玩笑的,正常的輪胎是不會太闊的 當然是它的輪胎才做得太硬 那這輪胎是最棒的,嘩,你老米,狂瘋掉了 不然是,狂瘋掉了,那這輪胎就行了 那這輪胎,不要太快完成,我再給大家看看 這次這兩輪胎真的漂亮 那我給大家看看,我都要留個照片做完結了 因為我發覺現在如果我用這部攝影 拍一張照片 Youtube會說我的照片像素太大 要我縮小 那沒辦法了 我就唯有用攝影 其實我一向都用攝影拍的 但如果有時攝影角度拿不准來 好像Jimmy那條影片那樣 我的車移後了 不夠移得不夠錢 我補一張 它是說我太大了 那這樣就剛剛好 再給大家看一次車點 這次真的是很漂亮 這次兩架 我覺得是我收貨的 at least Tarmac Work 這次交一些我覺得是OK的貨 這個才是拖車扣 這個拖車扣都OK的 但是左邊有些膠水積 問題不大 燈都OK的 燈真的很重要 整架車靈魂在燈上 還有條胎夠厚 沙板 這些板 是不是以前那些做得低一點 還是擺位不同 我發覺好像Tarmac Work 那些這樣擺 好像才推動 燈腦的位置可能放貼回軸 就推不動 那設計問題 這個 這個我拉回靜一點都OK的 那是天線少許歪 拖車扣少許歪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水貼的我就不搞了 水貼的那些 因為我記得好像網上都 不是一定現時有人賣 貼了水貼的版本更貴一點 其實這架我現在手上這架 就是G早派燒出的 這個萬寶努拉卡版本 其實好像已經炒得起了 所以就說你Tarmac Work 你不要經常放重心在RWB 你出這些就好地地 都是賽車 還出得挺漂亮的 我覺得這兩部拍得好過Inno 起碼QC方面 這兩部是有改進的 是OK了 雖然輪胎那邊有點過分 應該只有水口位問題 水口位就更加廠也有問題 沒有哪間廠可以做到perfect TLV都做到這個效果 是perfect的水口位幾乎 但是要自己組裝的就另計 那些側鏡自己組裝的那些當然不行 但這兩家我是OK的 我是收貨的 好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